这个单元来讲解这个摆线 我们先讲内摆线 所谓内摆线它必须有一个基源 然后有个滚源 然后这个滚源带动某一个点 这个点的轨迹就叫做内摆线 比如说我们基源 基源用160 滚源用40 那么轨迹点的中心距就是这一点跟滚源的中心距 OK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这一点所形成的轨迹呢 这个蓝色的这个就是属于内摆线 OK 那么我们如果说跟它相等 我们再看一遍 这个就是产能看到的这个内摆线 那么这个内摆线呢 可以做出这个近似的 近似的这个直线的运动 最有名的例子呢 就是说 这个滚源是基源的一半 比如说这个是巴士 OK 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要巴士 好 好 那就可以看到它滚出来的是一条直线 我让它做慢动作 好 滚出来的就是一条直线 这是内摆线 内摆线千变万化 它可以做成很多复合的这一个 那比如说我们再做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里改成20 20 好 那你可以发现到它这里做出来的运动呢 几乎是一个 一个是一个四边形的 亲爱的 从那儿就开始做了 2 3 5 6 7